各位雲林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欣欣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雲林新聞 剛才人員上市的水面工庭的時速範圍 當地民眾是看到麻生的機台 因為北港町新出後九個中白 當年來沒做完生的守護 就在兩邊的鐵花崩棄 那才是水九是最佛拆掉 每次嘟到落大火到的飲水 讓其民是非常困擾 有影響很多 平安落火 整的學校那裡都做大水 為什麼會做大水 就擠掉了 這家裡到那裡 這以前的都 家裡到那裡就沒了 比較搖就對了 比較搖啦 那水就擺不去 擺不去 那這裡都擠掉了 高民已經熟悉了 現在落大火 你後到那裡擺水過來 都擠在這裡 所以這裡沒有透過 這裡永遠就落邊擠水 尾處管政府水利署 占對這段的白水 將進行整體的改善 將這段帶有200米的水路做比較跨 並且把鐵花有崩棄的進行 重新修後 讓白水系統可以更加通順 整個白善就是 這裡有一個花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有什麼改善 這花出去的 我們會定做 我們做的方式 會比較有油的方式 會做所謂那個 RC的 一個副案 做完之後 它就平以前的 短面比較跨 它的 樓的速度和功能會比較好 就可以相當地改善 這方面的飲水問題 直到糟了之後 還有兩個工作可以做 第一個 因為這裡有一年路面 我們有去人尋到樓的 我們會回復到 護舊 回復到原來的功能 第二 在這個土地公園的頭前 可以有一個需求 因為這裡是一個活動空間 為了以後的維護管理的方便 可能部分要加蓋 這個我們也會納入設計 來園域考量 因為整體工廳經費 依給中的需要一千萬 所以中的分斷來進行 並且載向中央進出補助 讓整體工廳 立場全民生的提升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針對 這個後來中央 這段中央的油做了 好像中央沒有做 但是經費也非常膨大 所以我們希望分斷來處理 尤其在這個土地公園的頭前 這段我們優先來辦理 另外一段我們還會向上來 增出經費 希望可以配合這邊 整個北港町 淹水的問題 做一個通販的規模 其他回事完工之後 可以讓當地民眾看到最麻煩的結果 不必因為白水路沒有通孫 就來煩惱 記者 立場就差不多了